高雄县政府为配合六年金鉴计划 费时两年六个月 投资新台币五亿四千五百余万元 在家定乡附近扩建新达港近海渔港 解除了当地渔民数十年无港可用之苦 通行启用的当天将近万人参与盛会 民间游艺也全部出动 为家定乡带来空浅盛况 县长林渊源在典礼中报告建港过程 特别代表县民感谢中央及省府支持和技术指导 以及地方热心人士的合作 使建港工程非常顺利 并希望以既有的成绩和经验继续努力 经济部杨次长 农副会渔业组 雀组长 也都先后致辞 议长林金德也特别强调建设地方 必须更加精诚团结 林县长还颁奖给建港有工人员 防波堤上 户岸旁 码头边 站满了人群 林县长和林医长搭乘小艇 将外海20艘渔船引导进港 渔船缓缓进入港区 四面掀起一片欢呼 场面非常热烈和壮观 本省自光复以来不断发展农渔业 近年颁布实施六年金建计划中 更定有加速发展农渔业项目 高雄县政府正复合了这项计划 而在建港期间 奖院长谢主席曾清明巡视 并指示从速建港 由于该县上下一心 克服万难 首先完成京海渔港全部码头 一次可容纳一千两百艘渔船 真是可喜可贺的事 县长议长还搭车引导各地贵兵车队巡视码头 车队所到之处 得到渔民们热烈欢呼 林县长频频挥手致意 码头上靠满了渔船 从一片忙碌中可以看出 新达港近海渔港已发挥了它的功能 贵宾们怀着无限兴奋和祝福的心情 踏上归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